勃起功能 勃起功能最主要是由三個功能所影響 第一是適當的男性荷爾蒙 第二是有足夠的神經線去控制勃起功能 第三是有些血管要夠通腸線 最常見的中年男性影響勃起功能 其實是後者兩個 第一是神經線差了 可能是糖尿的原因影響了神經線 所以神經線影響了勃起功能 第二是最常見的原因是 血管年紀大了會收窄 就像心臟血管收窄一樣 腦血管收窄一樣 所以身體需要有足夠的保護力 令到小血管不要隨便收窄 通常最常見的就是和心臟病一樣 心臟病甚麼情況最容易影響通脹 例如吃煙、高血壓、糖尿和膽固醇 這些都是高危因素 令到心臟血管會差些 勃起功能也一樣 所以如果血管差了弱了 血管會去不到陰境 所以就影響勃起功能 所以最常見的或者最重要的 保養的勃起功能 就和保護心臟一樣 都是要盡量清淡些 不要吃煙 如果有血壓、糖尿 就一定要控制得很好